傅明华愣了一愣 抬头来看她 她双腿微分 坐在凳子上 微微笑道 终于舍得看我了 我什么时候不舍得看你 傅明华被她说得有些脸红 眼追眼中的笑意 冲淡了原本的杀气 握了握她的手 一旁 姜嬷嬷看得纳闷 这两人瞧着 不像是闹了别扭的模样 烟锥的眼神 有眼睛的人都瞧得出来 你想要做什么 傅明华任她握了手 脸颊微红 问了她一句 烟锥的话 不太像是宽慰她 反倒像是提前示茧 她只稍微一想 便猜得出 烟锥怕是要做什么 烟锥微笑着 反手加了炸得香酥的春饼 味道她唇边 看她有些羞涩的张嘴咬了 才放了筷子 摊开了手 示意吓人 递帕子过去 我要教训云阳 她太放肆了 她神情平静 说着要教训云阳公主 就像是说了一句 十分微不足道的话似的 傅明华一下子 便止住了咀嚼的动作 荣飞如今 虽然不如当年得宠 但百足之宠 死而不将 从当初 她有意将云阳公主 以罪负之身 却能再嫁功臣之后 便能看得出来 家帝对她 是有一定的容忍心的 燕伟从星园府 被燕锥压解回来之后 并没有收敛 反倒在洛阳之中 横行霸道 仰面手 鞭打朝廷命官等事 层出不穷 她与荣飞离心 这是好事 燕锥想要教训她 说不定 会使母女二人 消除隔阂 嗯 我心里有数 傅明华争着一双 带了些血丝的性言 那模样 让燕锥换了个座的姿势 再吃一些垫垫肚子吧 王府中的事 你瞧着怎样射手 意思就是 府中内宅的事 都放全 给傅明华打理 并没有要防着她的意思 傅明华心里松了口气 点了点头 她吃了东西 进内室整理衣裳 江嬷嬷跟着进来 同她小声地道 昨夜她与烟锥 各自剪下的头发 以晚成病 装了起来 问她放在哪 傅明华让她搁进锦盒 放进自己陪嫁来室 装了一些珍贵物件的装匣之中 说到这里 她想起 昨夜烟锥拿的一对欢喜佛 当时两人行了周公之礼后 就扔在床榻上 后去洗漱 回来 已经被收拾走了 她看了江嬷嬷一眼 欲言又止 最终仍是没有敢问 进宫中时 烟锥要先去见江安帝 而她 则是要去向崔贵妃请安的 崔贵妃此时 早就准备妥当 就等着她来了 还专门派了静姑 候在蓬莱阁主殿之外 一看到她来 便上前扶了她道 娘娘昨夜 一宿未能睡着 才将三个 便领处下背了东西 等您过来 江嬷嬷便取了荷包出来 塞进了静姑手中 她接过道了谢 令傅明华进了内殿 崔贵妃果然是等着急了 一看她来 脸上就露出笑容 正要开口说话 侧殿门处 有工人匆匆进来 静姑走了过来 不多时 来看了崔贵妃一眼 崔贵妃就笑 有话便说 这里又没有外人 静姑便小声道 殿下将三公主的脸 出花了 此时城乡殿里 李傲正匆匆感觉 崔贵妃正欲端茶的 手一顿 杯中水荡了荡 却并未洒落出来 她微笑着 清敏了口茶 伤得可严重 她像是早就料到了 烟锥会这样做 脸上丝毫不见 惊讶之色 娘娘 傅明华神色一正 崔贵妃却是 仍喝了几口茶 才搁下了杯子 前两日 宫里备下的大雁 中了毒 结果查到是 云阳身边一个工人所做 她微笑着 眼中却透出几分讥讽 烟锥将朱熙收拾了 若烟尾聪明 便该藏着躲着才是 但若她聪明 便不可能会与荣妃反目 如今还搞出这样多事情来 朱熙被人送进烟尾府中时 她并没有选择忍气吞声 而是在昨夜 烟锥取飞的时候 大张旗鼓地为朱熙出病 消息传进宫里时 崔贵妃当时便笑了 也亏荣妃半生机关算金 居然养出了这样一个女儿 当日她回来时 荣妃在宣辉殿前 可是跪了一天 腿都险些跪断了 才捡回了她那条命 可惜 烟尾却并不惜福 甚至连亲妹之死 都没能使她痛心 反倒是肆意地循环作乐 她脸上露出 笔疑艳烦之色 傅明华就握了她的手 娘娘 那花开得越快 败得就越早 崔贵妃就笑着 点了点头 你说得对 荣妃当初何等风光 如今 不过也就是那般模样 她伸手压了压并脚 你往后常来进宫 陪我说说话 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两人其乐融融 那是传唱 说是 荣妃来了 崔贵妃便放了 傅明华的手 与她交换了个眼色 整理了衣裙 端坐在位置上 荣妃人海味道 香气便先飘了进来 进店时笑容满面 穿了一席桃红色的 鹤子裙 裙摆极长 上面朱翠环绕 外罩极宽 又轻薄之极的 削纱套 袖子宽敞 却只急臂弯下 约莫两三分 袖口竖了起来 有些像前朝时的 衣裳样式 露出一截 雪白粉嫩的胳膊来 她手里握了把 生肖粉团扇 笑意吟吟的 若不是之前 听到静谷所说的话 此时 她身侧最受信任的 女官李敖 又并不在她身旁 怕是压根就看不出来 烟尾那边出事了 光凭着这份沉着 就是父侯也都比她不伤了 难怪入宫多年 依旧能得家安帝的宠 在这宫中屹立不倒 就连荣三鸟 也没能使她慌张 我来得晚 姐姐有了儿媳 容光焕发 看上去倒是更精神了 容飞进来便笑 声音柔媚 不用催贵妃张嘴 蓬莱阁工人便已经端了茶来 容飞伸手接过了 端起茶杯挡住唇 垂眸喝茶前 含着笑意的目光 在傅明华身上一扫而过 傅明华只觉得 被她这一瞧 后背隐隐发寒 她低下头微笑 听崔贵妃说道 妹妹好事即将成双 四皇子娶妃 三公主在嫁 接连喜事临门 哪儿急得上你精神呢 容飞握紧了拳头 放了杯子 那就借姐姐的急言了 她将崔贵妃的话 忍了下来 望了一旁的傅明华看 王妃确实不错 坐姿友谊 长乐侯福 实在是好家教啊 傅明华抬起头来看她 容飞含着笑意 脸上带着几分温柔之色 仿佛全无芥蒂 傅明华当时便有些警惕了 容飞变如一条阴毒的蛇 她明明吃了亏 却能反常当着没事似的 必定就是心中 已经生出傻意了 她还特地提起了长乐侯福 傅明华心里略意思索 嘴角便微微勾起来 起身行了个礼 谢娘娘夸奖 家中长辈若是得知您这样夸奖 必定是十分欢喜的 容飞便握了团扇 眼唇微笑 眼神微眯 很快又恢复了平静的模样 家安帝赤艳蓬莱阁 她与烟锥过来时时辰上早 这是傅明华第一回 离这位君陵天下的帝王那样近 她着青色缅浮 已游完时多了几分庄重 进来时还与烟锥侧头说着话 深情轻松 一旁的容飞见了这情景 脸颊紧了一紧 随即又将牙给松开了 宫内几人都要起身行礼 傅明华还没站起身 便觉得双腿 似是灌满了签 身体一软便又跪了下去 膝盖撞在地上 发出了沉闷的响声 使得她浑身一紧 连忙便将头低了下去 家安殿笑着唤起 看了一眼店内几人 又将目光离开了 傅明华今日进宫 是要向太后 家安帝 崔贵妃等 叩头谢恩 只是她来时尚早 天才将亮 太后那边尚未过去 家安帝一来 说了两句 众人便朝太后那边又行去 走了几步 正感到有些吃力 燕锥拖了她一把 她脸上晕染开来 忘了燕锥一眼 燕锥便回她一个笑脸 几人到了太后宫中 除了早已分出洛阳的 两位皇子之外 燕信等皇子 公主也都来了 公主之中 唯独燕尾未来 却没人提及此事 仿佛都将燕尾忘了似的 照规矩 燕锥须得三跪而九拜 傅明华也得两跪而六拜 这一番折腾下来 收了太后等人赏赐的东西 礼数才真正算是全了 太后笑着道 早盼着你们 早日开枝散叶 这宫里呀 多久都没听见 孩子的哭声了 加安帝的后宫人数 也并不多 继两年子嗣出生的少 荣飞早前怀了七公主后 宫中便一直没见动静了 可惜 最终七公主也没能保住 腰折去了 说到这样的话 傅明华低头 做出小女儿的胶态来 惹得太后又笑了 傅明华与燕锥礼数一成 太后身旁的九皇子燕尽 也上前来向催贵妃请安 九皇子今年虚十一了 长得虎头虎脑的 身材十分结实 看到傅明华还装着大人模样拱手 三嫂 傅明华将准备好的东西 从身后工人手上拿了出来 他伸手便接过了 是一套文房四宝 都是出自明家之手 另外还有一对足金手镯 一把长命锁 分量都不轻 是轻贵与富贵都顾及到了 他握着装有文房四宝的盒子 脸上露出嫌弃之色 傅明华就温生哄道 还有一套专门定制的小工 就是不方便装带 酒帝哪日得空 来府里拿 他想起之前崔贵妃置办赏何厌世 见过燕妓拿着一把弹弓 便猜他喜欢这个 果然猜得不错 一听这话 燕妓顿时眼睛便亮了起来 脸上露出想要今天就随燕锥出府的冲动 崔贵妃微笑着看小儿子轻易被冯明华收服 却是笑意吟吟地不发一声 荣妃支了手臂 套在椅子扶手边 神态慵懒 饶有兴致地 看着几人做出热闹的模样 翘着的纸尖染了单蔻 那纸似消过的葱根 十分惹人注目 家安帝看燕妓向傅明华道谢 就开口 你也不要只顾着玩 骑射固然重要 四书五经也该看看 燕妓一听这话 脸上露出既害怕 又有些不耐烦的模样 从她之前收到文房四宝 一脸嫌弃的样子 傅明华就猜得出来 她怕是不喜读书 只是她年纪不大 全然不会掩饰 一切习物都摆在脸上了 崔贵妃看了她这模样 也不担忧 反正太后宠她 家安帝也就只是那样一说 既不争处位 又不考个近视状元 她只要支书十里变成 不会像烟锥当初那样 要十分用功 妾曾听说 酒店下骑射之术都好 一手马鞭也使得极佳 想必将来又是一员猛将 为皇上分忧解劳 荣妃娇声地笑 望着崔贵妃意味深长 姐姐真是好大的福气呀 傅明华听出 荣妃话里的意思是暗指 崔贵妃生了两个儿子 都是为将为臣 为皇上分忧 实则贬低两位皇子 顺便提及了马鞭 怕是有意在家安帝面前告重 燕尾被烟锥一鞭子抽花了脸 荣妃再是镇定 也是个母亲 崔贵妃自然也听了出来 却是微笑着 没有作答 等到从太后宫里出来 又回彭莱阁 侍候着皇上用了饭 荣妃一走 家安帝与烟锥商议回合之势 将人拉走 便正好留了崔贵妃下来 与傅明华说话 瞧着今日她那嚣张模样 看她还能得意几时 崔贵妃转着手指上戴着的戒指 那戒指上 坠着猫眼般大小的一颗红宝石 转动间发出熠熠光辉来 傅明华看了她一眼 她胸前堆雪成风 眼里露出狠色 便猜测着 荣妃是不是做了什么事 使家安帝离心了 可照理来说 不大可能 荣妃在升宫多年 对家安帝的性情 岂能不止 她能得十几年圣宠不衰 必是有其过人之处 她不可能使家安帝离心 那么问题 便有可能 不是出在荣妃身上了 家安帝近年来 宫里已经不大 照育女侍寝 而是专注朝堂之事居多 这事 傅明华不用听崔贵妃说 光是这些年 宫里血脉出生情况 便能瞧得出来 荣三娘不像是 施了宠的样子 荣妃又为做什么事 惹家安帝厌弃 那便仅有可能是 家安帝会因为某些事情 而使荣妃 轻狂危险了 她想起了 荣三娘那张娇艳的脸 想起了 崔贵妃的话 郑国夫人去世之时 还是十月时候的事了 但真是时光如见 光阴如梭呀 傅明华笑意淫淫 托人提起这么一桩事 仿佛与崔贵妃说的话 风马牛不相及 但崔贵妃听她这样一感叹 脸上便露出赞许之色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